诗篇第三十一篇 引导我 指点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宝藏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诚实的神啊 你救赎了我 我恨无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我却依靠耶和华 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 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 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耶和华 求你连续我 因为我在极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扁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疏 我的生命为仇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飞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干 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 在我的灵舍跟前更甚 哪认识我的都惧怕我 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我被人忘记 如同死人无人纪念 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榜 视为都是惊吓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 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 耶和华 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耶和华 求你叫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曾呼吁你 求你使恶人羞愧 使他们在阴间坚默无声 那撒谎的人 曾骄傲轻慢 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 愿他的嘴哑而无言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集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 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闹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在坚固城里 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 至于我 我曾急促地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都要爱他 耶和华保护诚实人 足足报应心事骄傲的人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胆 兼顾你们的心 诗篇第三十二篇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恨 而骨头哭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今夜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希拉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希拉 为此 凡虔诚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祷告你 大水泛滥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 四面环绕我 希拉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劝诫你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绝环配头 累住他 不然就不能驯服 恶人 必多受苦楚 唯独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 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 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诗篇 第三十三篇 一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直人的赞美是何宜的 你们应当弹琴 称谢耶和华 用十玄色歌颂他 应当向他唱新歌 弹得巧妙 声音洪亮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 竟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 收藏海洋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一切的世人 从他的居所 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 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 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 诗篇 第三十四篇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凡仰望他的 便有光荣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便垂听 救我脱离一切患烂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盈 搭救他们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圣名啊 你们当敬畏他 应敬畏他的衣无所缺 少壮狮子还缺食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 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辩脸 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一人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 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烂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恶必害死恶人 恨恶义人的 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凡投靠他的 必不致定罪 诗篇 第三十五篇 耶和华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相战的 求你与他们相战 拿着大小的盾牌 起来帮助我 抽出枪来 挡住那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的灵魂说 我是拯救你的 愿那寻所我命的 蒙羞受辱 愿那谋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像风前的康 有耶和华的死者 赶足他们 愿他们的道路 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死者 追赶他们 因他们 无故地为我 暗设网罗 无故地挖坑 要害我的性命 愿灾祸忽然 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 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 遭灾祸 我的心 必靠耶和华快乐 靠他的救恩高兴 我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 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 脱离那比他强壮的 救护困苦穷乏人 脱离那抢夺他的 凶恶的见证人起来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 他们向我以恶报散 使我的灵魂孤苦 至于我 当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便穿麻衣 尽时刻苦几心 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我这样行 好像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弟兄 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哭 我在患难中 他们却欢喜 大家聚集 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 聚集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 他们如同习上好嬉笑的狂妄人 向我咬牙 主啊 你看着不理 要到几时呢 求你救我的灵魂 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的生命 脱离少壮狮子 我在大会中 要称谢你 在众民中 要赞美你 求你不容纳 无礼 与我为仇的 向我夸耀 不容纳 无故恨我的 向我挤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 倒想出诡诈的言语 害地上的安静人 他们大大张口 攻击我 说 阿哈阿哈 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 耶和华 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闭口 主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 我的主啊 求你奋心行起 判清我的事 申明我的冤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 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容他们心里说 阿哈 随我们的心愿了 不容他们说 我们已经把它吞了 愿那喜欢我遭难的 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向我望至尊大的 疲惭愧 蒙羞辱 愿那喜悦我 冤屈得深的 欢呼快乐 愿他们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 耶和华 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我的舌头 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 时常赞美你 真言第七章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人 记在你指头上 刻在你心板上 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姊妹 称呼聪明 为你的亲人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 从我窗帘之间往外观看 见渔蒙人类 少年人中 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 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往通他家的路去 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看哪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她 使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 这妇人宣扰不守约束 在家里停不住脚 有时在街市上 有时在宽阔处 或在各巷口敦伏 拉住那少年人 与她亲嘴 脸无羞耻 对她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恳切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县枝的花纹布 铺了我的床 我又用墨药 沉香 桂皮 熏了我的踏 你来 我们可以保享爱情直到早晨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 欢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出门行远路 他手拿银囊 必到月望才回家 淫妇用许多巧言 诱他随从 用谄媚的嘴 逼他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好像牛王宰杀之地 又像愚昧人带锁链 去受刑罚 只等剑穿他的肝 如同雀鸟急入网罗 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 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他的迷途 因为被他伤害 扑倒的不少 被他杀戮的 而且甚多 他的家 是在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宫 下到死亡之后